環境局說 本地股痛熱症病例 過去三週持續上升 今年第二個星期達到了350起 顯示高溫天氣助長了 醫文的繁殖 當中國人較不懼免疫力的 第三型病毒 上個月也明顯上升 當局預測 2020年的每週案例 將超越現有水平